一生菌和一生缘的区别 我们知道现在是两个概念 比较新 一个是一生菌 一个是一生缘 什么是一生菌 一生菌它就是肠道的菌群 它原脊菌 它来自于肠道 但一生缘是什么呢 它一生缘主要是一生菌的食物 我们就知道 比如说我们服用的一个膳食纤维 比如说这点都是一生缘 我们服用一生缘以后 它对一生菌来说有很多好处 它可以促进一生菌的生长 它属于一生菌的食物 那我们通过调控 那如果我们它没有服用一生菌 可能也起到一个肠道菌群调控的作用 那我们一生菌 如果能够服用一生菌 直接服用一生菌 其实效果也是会非常好 那当然我们想 如果一生菌和一生缘 能够联合服用 对于可能起到一个四半功倍的效果 比如说我同时可以服用少量一生缘 再加少量一生菌 可能比服用较多量的一生菌